花莲县政府原住民行政处公告 在3月27号要举办第9届原住民族与单词竞赛 花莲出赛 节日起受理报名到3月1号截止 希望透过游戏竞赛中认识及守备族与单词 让国中小学生相互交流 也可以增进自己对母语的认同感 花莲为南岛民主的故乡 现在原住民人口为全国之罪 现在学忠会表示 原住民族语言为国家语言之一 为了保障原住民族语言的使用以及传承 政府配合中央政策 积极开办族语奖励的机制 透过族语认证奖励制度 鼓励更多人说族语 加大各项族语业务推广力度 扩大族语学习可尽兴以及参与力 鼓励族人们与一般民众一起来说族语 第九届原住民族单词竞赛 花莲出赛 自期日起开始受理报名 一直到3月1号止 那我们今年的比赛呢 是订在3月27号 一样在我们的中华国小来举办 原住民族单词竞赛呢 一向都是小朋友非常喜欢的一个活动 因为它透过比赛的形式 让他们可以事先去熟记这些单词 那透过比赛的方式呢 各个学校国小跟国中 也可以透过交流的方式来用不同的形式来学习族语 那我们认为这样的活动是非常有意义的 那我们也会扩大宣传 然后让更多的学生可以来准备以及参与这样的活动 那我们历年来呢 都会有超过300位的学生一起来共襄胜举 那今年我们也希望能够再创造更多的学生来参加 建福原住民宣传处处长独孤山表示 为了积极推动原住民族语的附赠工作 传承族语言文化 奖励族语单词竞赛出赛指导老师 以及指导队伍的获奖者 以高达13万元的总奖金 鼓励国小以及国中生踊业报名参赛 更值得一起的是 今年5月26号以及27号的原住民族语单词竞赛决赛 将首次在花令举办 地点对于花令中华国小 期待全国优质人才去居花令 花令代表队大方异彩在创假期 记得节奏欢迎欢迎收到